她有时混乱 她就会 欢迎大家收看最佳损友 朋友 我每次都说 可以交心 可以谈心的就是朋友 对不对 可是竟然来到我们节目中的两位 她们更上一层楼 厉害了 她们直接交往 让我们欢迎Meomi 还有Ben K 我明白了 Ben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我们是华语的节目吗 那么简单地用华语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杨慧 这旁边是我的爱人 她叫 我的华语名字很容易写 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是西六的华语 对 他就是要听闻名了 所以既然你们是未婚夫 未婚妻的这个关系的话 我相信已经是到了一定的了解程度 希望是这样吧 可以 没有解释的余地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第一个环节 蜻蜓点水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第一个环节 这个只是一个热身题而已 可以 所以搁我你们三道问题 如果你们的答案是相同的话 我就算你们过关 不相同的答案 那我们就要接受惩罚 惩罚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帅哥登场 帅哥在哪里 不知道 应该找不到他 找到了 你还找得到 说是说的 不好意思 请你们把那个杯子 放到你们的小桌子上 好 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好 我们这些前三个问题 是针对Ban的 就是要考验一下 Naomi对Ban的认识有多少 所以如果你的答案跟Ban不相同的话 受惩罚的就是会是你 好吗 好 可以 第一题 请问 Ban想要几个小孩 这他听得懂 这个问题我们昨天也有回应 有吗 跟朋友商量的时候 不要跟人讲这些东西 好 三 只是数字而已 你需要写这么久 3 2 1 请亮答案 来 把答案亮到那个镜头前 对了 不错 三个吗 我爱你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是三 有可能人家很喜欢说 不然一个 不然就两个小孩 因为两个很闷 如果有三个孩子 中间的是个失败 那就会比较好玩的 他没有跟我商量过这件事 对 我根本不知道 然后我们下一题 可以欺负中间的 好 我们下一题 下一题 小笨蛋 好 接下来的一道题目 好 谢谢 Ban的 Celebrity Crush 《梦中情人》是谁 你绝对不能写《Naomi》 好 三 二 一 请亮答案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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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故事跟你讲 我要听你说 我十岁的时候 看那个《哈利波达》 在电视 好 随时 等一下 等一下 《哈利波》 《哈利波达》 《哈利波特》 看那个《阿玛》 《哈利波达》 你就用英文说好了 《我的世恩》 看的时候 Emma Watson 她长得很漂亮 而且她讲话的时候 很有气质 你说的 对 我说的对 这个家伙很大胆 就写一封情书给Emma Watson 有 这个家伙十岁的时候 写这封情书 不错吧 你相信真爱吗 好 接下来 我们进行下一道题目 我都不相信考不倒他们 接下来这道题目 如果Narelle和Naomi同时掉进水里 你会先救谁 这个很好答 3 2 1 请亮答案 对吗 不对 不对 为什么不要救你 妹妹 因为 要用常误 因为Narelle是什么 所以Narelle是变化 所以你们答错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Naomi必须得受惩罚 好 请 好 你闻一下 你跟我说是什么 我觉得里面有醋 我一起喝了 3 2 1 请进行惩罚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 方向移到Naomi身上 太好了 我们会问关于Naomi的问题 可以 请问Naomi的怪癖是 我怪癖是什么 开始罗3 我要倒数罗3 很长 等一下 为什么我还没有 是写SA 我想不出 请翻答案 来 面对镜头 那个好长 错了 强迫症 对 因为她们必须要有最干净的地毯 然后你就是一定要把她吃的食物 要把它放到不同的小盘子 对 这也算对 对 如果她买的食物 即使它进入不搅拌机 或者是什么 她会去煮食物 再拿另一盘子 或另一盘子 然后她会慢慢吃 但她仍然会完成食物 她就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盘子 对 然后把它夹到她自己的盘子上吃 对不对 这其实也算是强迫症的吗 有一点点 可是答案是不相同的 所以你第一题 你就得喝你的醋 看吧 对不起 刚才我跟你喝 你应该跟我喝 好 我跟你喝 我们两个 等一下 过后一定肚子痛 鸳鸯来着 我这整集我都会觉得特别寂寞 下一道题目 Ben King是Naomi的第几任男朋友 这个你会 你有算那个还是不要算那个 算哪一个 都算 请禁止交谈 等一下 请禁止 因为可以 我要 等一下两位 要少一点 因为有时她算 有时她不算 那个是男朋友 不是 我知道 可是这是要考你们的默契 这紧张 这我也紧张 请翻牌 你写几个 所以我相信 这是我第二个 不是 那从哪里来的 我都不知道 等一下 我相信那个纠结点 就是所谓你们刚才口中的那个 有没有算那个 有没有算那个 我想知道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谁 来跟人讲 不行 走到眼睛 就是跟他拍拖就行了 没有 Naomi的意思是不是拍拖 就是约会而已 就纯粹有可能两个人去吃吃饭什么 她根本没有把她当成男朋友 反正就是答错了 所以你还是要喝 你是我第二个 好吗 你只是 对 第二个 好 我可以解释一下 来 我们下一道题目 Naomi最受不了 我可以解释了哪一点 我知道 好 我真的要倒数了 三 二 一 请亮答案 你不能站住 我不喜欢卡 什么 好 没事 你先把牌子亮过来 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你一直会说对不起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不高兴的时候 就喊喊 就是不喊 喊喊 喊 我会很快到对不起的时候 因为我 就是你没有了解状况 你就马上会说对不起 因为她说对不起的时候 她觉得我是不是真的 我还是很生气 所以你觉得她没有了解 所以她一直说 一直说 一直说 我还是不肯 对不起 不肯接受 对不起 请Naomi把那一杯醋 调好的醋 好 我帮她 传给 我帮她 我帮她好 我帮她好 你们一人一半好了吗 不要 所以没关系 这只是第一个环节 对 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但第二个环节 我们会更加 更上一层楼的考验你们的默契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水深火热 这个环节不用害怕 那个是我们的热身体 那在这个环节里面 一样 同样的你们会回答几道问题 然后答案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算你们过关 不一样的就要受惩罚 错的那方必须站到我们转盘旁边 旋转这个转盘 转盘上面有不同的数字 那不同的数字就代表你们的命运 命运掌握在你们手里 Samanna 好 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道问题 相同的 我们先问关于Ben的题目 从Sam Willows的成员里面 从最喜欢的到最不喜欢的排序一下 不要 游戏我们开心 对不对 可以 3 2 1 请亮答案 好 来 我认为我最长的认识 好 所以我认识她很久 然后是Sandra的第二个 我认识了最后的 好 我不喜欢她 但我真的很喜欢 我喜欢John 只是我认识她最短的 没事 John知道 John知道 他是最后一个 可是你还是爱他的 好 我们进行下一道题目 请问你们吵过的最凶一次架 是因为什么事情 最凶的一次 我要最凶的一次 有没有发现 因为你一定是被骂的那一方 我骂她的时候骂得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你通常都会这样吗 是因为她激怒你 她穿那个裤子 请亮答案 这个 我最PC的答案 是为了什么 你们没有再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 我们在山上 我没有犯罪 我们在山上 好吗 我在骂我 我没有感觉到我 她在我前面 她一直在转转 在我等待我 但是我一直在转转 我一直在转转 我一直在转转 她一直在转转 但是她没有 所以你们就当下在那边就开始大吵 对 因为你其实对她讲话的语气也很礼貌 对 我认为我们有最大的吵架 有最大的吵架 他们不会有最大的吵架 不是正经的事情 也不是重要的事情 不是重要的事情 不是重要的事情 好 我们马上请Naomi 来转一下我们的转盘 准备好就可以转了 好 开始 6号 很简单 我们要请Naomi 就是用你最好的演技 来模仿你的伴侣的一举动 随时随地都可以 什么事 我的名字是Benjamin Kang 这是我最新的套笔 它叫《爱我们永远》 我希望你喜欢它 那并不算是在网站上的套笔 那并不算是在网站上的套笔 所以你会做这个动作吧 你有没有看到我做这个 爹的 对啊 哇 为什么不错 我刚才注意到的就只有这个 那好 我想看你学Naomi 你好 这里是Naomi 我今天来帮你所有的最好的套笔 在《987》 我的天哪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套笔 这个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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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时混乱 他就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只是 好了 真的不错 是 没事 算她帮你受惩罚了 对 因为她非常爱你 所以她愿意承受一切 对 我真是想不起 对 没关系 太神奇了 我们现在把方向换到Naomi那里 Naomi最让人难忍的缺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坏的 这是一个坏的 你写了就算了 好 三 二 一 请亮答案 他写什么 他写脾气 我紧张的时候就发脾气 你就会比较暴躁 对 好 可是答案还是错了 你同意吗 有同意吗 同意 同意吗 没关系 这是你可以补偿的时候 换你来做惩罚的 好 来 三号 喜欢吃鸡蛋吗 真的喜欢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的鸡蛋鸡蛋 你知道是什么吗 来 我们帅哥进口 来 给镜头看一下你碗中里面的是什么 六个鸡蛋 六粒鸡蛋 六粒鸡蛋 所以在这六粒鸡蛋当中 有些是熟的 有些是不熟的 就是纯粹是生的鸡蛋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考验一下Ben的运气如何 好 由Naomi来选鸡蛋 是不是 然后Naomi会砸在Ben的头上 是吗 我在看哪一个是熟的 没关系 就一粒吗 你要全部一起砸下去 我都可以 我没意见 好 她选到了她那个命运之蛋 好 你要大大力地砸 就是因为你砸不破的话 让它砸多一次 用最多力 好 三 二 一 我爱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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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真的好玩 你砸了我的头 对不起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题 请问Ben为你做过最甜蜜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你写不对 你就完了 我跟你说 回家了 你就完了 沿路回家 你就完了 计时倒数 3 2 1 请翻答案 不是 对吗 对 对 送我回家帮我买饭 对不对 然后你写的是 请问一下什么 要提出的时候 那个一定 要一定 所以我记起来了 我错了 好 对 我记起来了 这也算对了 可是答案还是错的 好 是不是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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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 好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裤子掀上来 让我看一下 不 你看我们有脚上的毛 好不好 很多毛 毛毛很多 我想看 那个毛真的很多 我想看一下 蛮多毛 好 可以了 不要念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除毛 我们有请我们的帅哥入场 请上道具 除他的毛可以吗 好 好 我们3 2 1 你们准备好了 我们就一起把它撕下来了 好 3 2 1 Go 可以 还挺干净的 不要 不错 真的挺干净的 所以 没有 爱我吗 这句话就赢了 我爱你 不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所以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默契 你觉得如何 我不知道他 你们自己讲一下 你们觉得彼此的默契这样子可以吗 我觉得他还可以 还可以 好 你们可以接受我就可以 对吧 还有几多问题 几多 好 马上进入第三个回合 砍成相待 好 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 你们是互问对方一大问题 我什么都不用做 也没有惩罚 我坐在这里 仔细地聆听就好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先由班开始好了 可以 可以吗 但你们问的时候要四目交接 四目交接 直视对方 来电 对 这样 好 不好意思 好 所以 我用英语来 阿燕 请 我的问题是 你们在哪一段时间 在我生活和我 有否忽悔 生活和我 或是觉得 我生活和我 我觉得我们 对 那个演出姿势是什么意思 没有 我觉得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我也觉得 而且 我们虽然是情人 不过我们的友情还在 我们也是好朋友 对 有请 手拉手 一起走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在这三个月内呢 我觉得 有些地方还是不太了解你 不过我觉得 我们结婚后 买了房子 有了孩子 我们还是 一直会有这个 想要了解对方的这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太担心 我也会继续地努力 当作你的好朋友 当作你的情人 好不好 所以你觉得 就是 就算结婚了过后 你们每一天 就很像全新的一天 学新的东西 新的环境 新的经验 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答案呢 这方面 他是觉得他没有后悔过 对吧 没有 我们的结婚会很丰和日利 而且会有很无缘六色 就算我们 就是我们吵架 新的一天 就会是新的机会 新的开始 新的机会 来了解对方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不用太担心 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一起努力 美威蜜 你要不要问 Ban她的问题 要 要问星星 可以吗 可以 好 这么交接 然后问问题 直接丢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其实我的问题 是很严重的 对 你问的 好 但我认为 也会有很好的时间 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不同 我们不完美 所以 你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我可以改变吗 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 我可以改变吗 我可以改变你 我可以改变你 请用英文来回应 谢谢 请用英文来回应 谢谢 你参加我MCQ 我认为 我认为 你 你必须要比较好 自己 我认为 你 你偶尔 有太多 压力 在自己 去承受 承担 甚至 在一个关系 你会有这个 想法 是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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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您 我认为 你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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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 有什么 如果你 感觉 也不是 我真的不在意味 因为你知道我会爱你过什么 但是你觉得你必须说 那是一个女性的疯狂 那不是 我不会有女性的疯狂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疯狂 我对有疯狂 你感觉你不合上自己 即使我比我比较比较比较 她还不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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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们不要告诉别人 她只说我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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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意思 recognizing 如果有 anything ağ� Ronaldo跟你说 就是 心期间我冠冲IB 你才 fortunffen MI爱你�ensen变了 确实 我们可能要先搶 необходимо 还是有更好的事情 可是 跟这些小事情的改 Wonder 我们需要把图里振动 但我可以完全与你意识 我完全不想承认 你不太好在任何情况下 不只是在我们的关系 但在生活中 因为你非常能够 每个人在这个房间会告诉你 你像一个美国的演员 你最大的抗议是自己 你最大的恨人是自己 我明白 你比较多 我一直都很不忽然 我不能以为我能够做活动 每天我都会知道 我爱你 对 你知道 感觉现在这边可以帮我听 就是黑色的落叶 还是帮我黑白做一下滤镜 不要 你们必须要两个人抱我 对 好 所以你们两个人 就是从相识到交往 现在算是未婚妻还是未婚夫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两个其实问题都相同 类似 就是觉得她觉得你不够爱自己 可是她想要让你知道的是 不管你是不完美 还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她都会学着去包容你 她也希望你可以多爱自己 对不对 然后你对她的问题也就是说 每一天是新的一天 新的开始 所以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努力创造更好的未来 所以听了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也有了答案 我相信你们都对彼此的答案是接受的 对吧 OK的 可以吗 可以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对吧 真的吗 真的吗 就是说 总结的来说就是她想跟你说 你要爱自己多一点 然后没有人是完美的 对不对 大家每一天都是一起学习 就很像你问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对 每一天是新的开始 新的旅程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往后的日子里 可以一起学习 扶持 然后就是创造更好的未来 对 来 我还是那一句话 希望大家在人生的旅途中 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知音或知己 我是西西 谢谢大家收看《最佳隆友》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